如果這些配備算在雙B上面 這個大概要加50萬甚至要加80萬 這台車現在賣230萬 那算不算還我一個公道 我來加碼 我再送你1萬塊錢的充電金 大家好我是Bob 我們今天來簡短談一個議題 也就是這幾天 Lexus RZ4501 推出了一個產品強化的方案 原來它的售價是279萬元 那現在新的產品強化的方案 價格做了一些調整是230萬元 那這個事情就勾起了我一年多以前的回憶 其實Lexus RZ4501 在Lexus品牌裡面算是它的第二款電動車 那這台車要上市的時候 其實我花了很多時間關注 我也預測它的價格 那當時預測這個價格 說起來真的是蠻好笑的 因為當時預測的價錢是225萬元 那最後是279萬元 所以呢 我在PTT上面的汽車版 還被大家嘲笑 說 爸爸拆錯了直接翻車 然後甚至還有人直接戲唄的說 爸爸到底懂不懂車啊 拆這個價錢歪那麼多 那這台車真的是翻車實在翻得太嚴重了 所以 某個程度來講 算是我在整個汽車媒體試 算是一個人生的污點 那這台車呢 現在賣230萬 那算不算還我一個公道 那如果當時Lexus RZ4501 在2023年5月發表的時候 這台車推出的時候是大家都很買單 然後銷售都很暢旺 是不是大家就變成是Lexus旗下一個普遍會購買的產品了 看起來不是 普遍大家可能也覺得說 那個價格設定是不是太高了 那有些人就會把矛頭指到核胎去 我認為這件事情跟核胎去沒有關係 其實我自己去理解RZ這個商品呢 今年2024年一整年都銷售低迷 我去理解的事情是 其實當時日方是非常堅持一定要賣這個價錢的 而且它的產品定位一定要放在是E-Tron iX根本就是大一號的車格 那我覺得這個設定上面其實對RZ來講 我覺得太辛苦了 我做一個簡單的比喻 就是呢 如果BMW的休旅車大概我們都知道有大中小 X1 X3 X5 應該說RZ它的車身尺碼應該是X3的 那iX呢其實是接近X5的 那我們都知道說車格大中小 它會面臨到不同的價格帶 配備豐富度或者是底盤 看得見看不見的用料 其實都不太一樣 那RZ如果是用X3的這個車身尺碼的大小 硬要越級打怪去打IX 要去打Audi E-Tron 我認為它就一定很辛苦 我簡單講 你就是變成說好 中華職棒聯盟 最幾天我們打棒球 其實前兩場的成績也很好 但是如果你今天去大聯盟打的時候打得很辛苦 你往下去打高中棒球 或者是企業棒球 相對起來就輕鬆多了 那如果它今天是賣230萬 現在在台灣 國內賣最好的電動車 非特是甚麼車 就是BMW的I-X1跟I-X2 這兩款車一年大概就可以創造三千四千台的銷售量 所以它是一個很龐大的電動車銷售的一個需求 那I-X1賣多少錢 228萬 I-X2賣237萬 這個價格台是不是就跟現在的RZ4501做的商品價格調整 是不是很接近了 那過去我們會嫌RZ4501配備不夠好 續航里程不夠長 因為你是把它當作是 I-X E-Tron這個比較頂規的產品去比的時候 當然大家就會用那個標準去要求它 但是如果你現在變230萬 它就變成是跟I-X1是差不多的價錢 但它車格明顯比I-X1大一號 那這個是不是優勢 空間就明顯更大了 那也是雙馬達 續航里程不算好 但是I-X1、I-X2也不是一個續航里程很澎湃的車款 那過去大家會說 Toyota集團裡面的充電功率都不夠高 只有150千瓦 但是如果150千瓦是因為你用I-X2的這個等級 E-Tron這個等級去要求 你當然會覺得它不夠好 但是如果你拿來跟I-X1比 它又超過I-X1了 所以整台車的產品 因為價格的挪移之後 它的競爭力 直接戰鬥力大幅提升 那我現在再講一下 它這次不是只有價格做調整 少50萬而已 它多了哪些配備 它多了全景式玻璃車頂 而且這玻璃車頂是可以控制 是通透的或是霧面的 那這個配備其實很受歡迎 對車室內的質感 光線的灑入其實很有幫助 而且它不是一個便宜的配備 另外皮椅也升級了 雙前座座椅有多了通風又加熱 甚至後座還有加熱 然後在車室內的娛樂系統裡面 也升級Mark Davidson發燒級的音響 那駕駛座還有什麼 還有抬頭顯示器 頭燈也升級成主動遮蔽的 也就是這種矩陣式頭燈 智慧型頭燈 那過去RZ一直最讓人家詬病的是 它是Lexus 它的等級比同廠的BZ Force 應該是要高一個等級的 BZ Force至少還有360度環景 RZ竟然沒有 這次終於也補上了 這個環景系統 基本上跟自動停車輔助系統 基本上它是幫抖在一起的 如果這些配備 算在雙B上面 這個大概要加50萬 甚至要加80萬 那是不是突然覺得 這台車很能買 那充電呢 如果你今天是買Lexus 它基本上它就會 贈送你2萬充電機 2萬元充電機放在哪裡 它就會放在他們的 用Lexus App 那這個Lexus App 它就會透過OpenHub 去啟動 跟OpenHub有合作的不同的充電音色 當然裡面會有U-Power 那我也認為 裡面的充電品質 體驗最好的就是U-Power 好那我現在要講的事情是 整體來講 我覺得它現在走到一個主流的路線 那它現在雖然講說限量100台 是不是在千庫存 但是我去展間了解一下 發現不是耶 這台車其實是明年1月才撐產 所以它是正2025年式 所以它不是輕庫存 是一個全新的商品對應 那這時候就可以開始訂車了 它講限量100台 我覺得 其實如果大家覺得這個產品 認同我今天所討論的 那我覺得它遠超過100台 我們來跟大家對讀看看 我覺得它一定遠超過100台 那我為了要慶祝我當時所論述的 這件事情 終於變成是 我認為應該是這樣子的一個 產品設計的 產品企劃的主軸 那我來加碼 出一口氣 如果你在今年年底前 去買Lexus RZ4501 下訂單 繳入訂金 只要你今年做這件事情 那你跟U-Car講 我再送你一萬塊錢的充電器 那這個詳細的辦法呢 我們後面有一些作業 我們會再另外有一篇新聞 在公佈這件事情 另外一個 為什麼我要送U-Power呢 因為我認為這個階段 有很多買電動車 它其實都是第一次買電動車 大家都覺得電動車充電 只要可以充就好了 其實我後來發現了 如果廠家沒有特別去處理 跟充電有關 尤其充電體驗這件事情 有很多車主 把電動車開出去的時候 他自己去找 他們所找得到的這些充電者 萬一那個充電體驗不好 對於電動車採用的信心 其實也會是一個打擊 所以我想要推動一件事情 就是 這一些車主如果 大家都踴躍下去訂 然後告訴我們 然後我們就大方的 每一台車我們都送一萬充電金 就算是一百台 我們就把一百萬給付出去了 也沒關係 但是你們就會知道 到底 Lexus RZ4501 配合 U-Power的充電 不管是場地 不管是空間 不管是相對應配套的設施 150千瓦的充電功率 在藝能槍上面才能夠實現 這些事情呢 唯有到一個好的充電體驗的場域裡頭來 才能夠慢慢熟悉整個電動車的實用場景 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這個題目 歡迎大家繼續鎖定U-Car 如果大家對RZ4501真的有興趣 就趕快去訂吧 我們來看看到底 最後有多少人會來申請這個1萬塊錢的充電金 我是Bub 歡迎大家繼續鎖定U-Car 再會